今天4月10号是教改20周年 而这20年来,台湾的教育走向多元跟开放 有学者认为,目前反服貌的这批学生 正好反映了台湾教育的松绑跟现代化 但是,没有参与学运的大学生则是认为 这一代年轻人接受的历史观 让不少年轻人一讲到中国就害怕 因此在才进而反对服貌 三一八学运堪称最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 这批2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20年前410教改 校园解研之后接受开放与多元教育的一代 不同世代之间是需要透过这个学运之后的互动 来去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 然后增加彼此的认识 所以它不存在是教改的产物 不管是正面或负面 九年一贯强调融会贯通 升学制度改变与教学现代化 加上科技与传播方式的改变 让这场学运呈现出不同于过往的面貌 但有没参与学运的学生认为 这么多人站出来和这代年轻人所接受的历史教育有关 造出了一种一边一国的史观 台湾中国两个就是一边一国两国论 无形之中已经建构在青年学子的心中 所以当他们看到跟中国大陆往来的时候 他们直觉反应那就是一个有敌意的外国 教改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学生有着不同的感受与想法 但有学者指出 C0教改当初诉求的广设高中大学 确实造成学历贬值 即使教育被轻忽 当这一代年轻人为了反复貌战出来 其实是为了未来的困境而呐喊 记者林晓慧沈志明台北报道